第五天,早上起来神清气爽,刷牙的时候把前一天晚上整理好的框架又看了看,边吃早饭边备准备好的例子,上午是混合刷题,下午就开始全真模拟了。 早上刷的第一道题就是社会现象题,脑子里有了框架,写出来的草稿也不一样了,我第一个抢着把题给答了,这样一上午都不会再喊我去答题了。 对了,今天的对练又换了,今天我对面的同学非常狠,我答题的时候他不让我看题和草稿了,我只能眼看前方,挺好的,毕竟考试的时候也不能一直低着头盯着提答。 经过一上午的练习,感觉自己又变强了一点点,下午是全真模拟,上午结束之前抽了签,我手气很好的抽中了一号,早答完也好, 答完之后一整个下午都能用来继续听课整理。 中午来不及听小马哥的组织管理题了,就先拿老师上课讲的模板将就着看了看,小睡了一会儿就去模拟考了。 考试前我自信的以为,哪怕现在题答的一般,但我的礼仪绝对不会出错,我声音小亮,步伐稳健,只要自信,一定没问题。 没想到我上来就出岔子了,当老师说恭喜你进入面试环节时,我就迫不及待的翻起了题本。 当时我想的是,快,现在老师讲话的时间不占用答题时间,题本就在这里,我要赶紧开始看。 唉,想不通,当时我脑子里可能有泡。 对了,第一次模拟答题采用的是15分钟包干模式,不过这次南京考试是8加12,还好,真正考试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犯这个错误。 答完题,老师点评了一下,就回去了。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第一次模拟答题,时间方面把握的还行,我一直盯着手表。 内容方面,第一题主题没有考虑周全,第二题比较简单,没啥问题。 第三题,答题的时候有点慌,担心超时,导致内部逻辑混乱,没有前置词。 回房间把三道题又整理了一遍之后,继续自己的节奏,看小马哥的视频,开始整理组织计划题。 组织计划题,我们上课刷题的时候,老师讲的就很模板,对比小马哥的课,真的是天差地别。 我举个例子吧,就比如说宣传,课上老师就简单的是线上线下相结合,线上通过发起一个微博热门话题,然后三位一端,公众号,短视频等平台来进行,线下呢就是开宣讲会啥的。 而且我们上课的老师更倾向于说线上的宣传,线下的总是一带而过,讲到的措施也很宽泛,不具体。 再看小马哥的课,他在开展宣传方面说的是线下地面宣传很重要,还展开了非常具体,切合实际的做法。 除了常见的拉横幅,挂标语,社区宣传栏张贴海报,还有我每天都会看见但是想不到的,电梯里的宣传视频,车辆进出伸缩杆张贴海报,社区出入口,垃圾投放处海报宣传等等一系列的宣传手段,确实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,很实用的方式。 一来,这样的方式方法我更容易记得住,二来,这样细致的做法我个人认为非常好。 整个组织计划题听下来,心里的框架也越来越清晰了,因为下午在房间里整理过了,晚上我们就继续跟着去刷题了。 晚上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腼腆的硕士应届毕业生,答题的时候声音比较小,对练的时候我发现他答的全是木板,我是就题答题,互评的时候他居然认为我答的不对,结果老师讲解的时候发现,就是我答的内容。 不过通过晚上的答题,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,有些杂柔的题型,我不太会界定具体是什么题型,这就导致我现有的框架套不上去,没有框架我就没有办法在两分钟之内填充内容。 我得给自己再定制一个合适的框架,真的不能纯套模板,纯模板的答案仔细一听就会发现和题目一点关系都没有,太可怕了。 总结一下目前我需要解决的问题,除了搭建框架,还需要规范表达。 在答题过程中,理清前中后的逻辑顺序,最好能加上前置词。 睡前把手头整理好的框架又过了一遍,吸了灯和室友两个人闭上眼睛互相提问,轮流背一个自己整理好的框架,全部背了一遍之后,睡觉。 智取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y don't you understand the hiçbir用夹skill Así, mixed動画都 read the니다ı 往后看的观点 微信